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素材区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所载入的素材 例如可以循环播放的天灯影像 还有云层 以及背景 我们将天灯这个素材拖拉到时间轴面板当中 接下来你可以在预览的视窗看到天灯的动态 因为这个天灯的素材只是用来参考用的 因此我们现在先把它的显示关闭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颜色图层 新增了颜色图层之后 我们在Effect Panel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叫做CC Particle World的一个滤晶特效 指定给White Solid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分子喷发的效果 我们将CC Particle World这个设定面板里面的参数全部打开 你可以看到Particle World有非常非常多的设定参数 设定参数多表示它可以设定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细 但是相对的也变得比较复杂 首先我们来调整喷发的类型 在预设的情况之下 它是以爆发的方式 Explosive这个方式来做喷发的效果 天灯的飞行是由下往上的方式在做运作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Fire这个功能 让它直接由下而上产生喷发的效果 指定完喷发的效果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将天灯指定给这个分子系统 在Particle Type这个地方选择Texture Square 接下来在Texture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刚刚的这个天灯素材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喷发的效果就被天灯的素材所取代 目前分子喷发的数量有点多 因此我们在Birds Rate这个地方 将它的喷发数量有一些降低 然后将它的寿命指定为10秒钟的长度 接下来我们扩大喷发的范围 我们将RadiusX跟RadiusY设定为1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喷发的效果变得比较宽广 目前天灯的尺寸有点小 因此我们到Birds Size 以及Desk Size这个地方 将它们的素质全部改为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天灯就大了许多 那我们在Size Variation这个地方 将它调为0 天灯在喷发的过程 它不会产生尺寸的变化 另外将它的不透明度调为100 接下来我们将Birds Color跟Desk Color 全部改为白色 它就可以保持原本的颜色 而不会变色了 目前分子的发射器位于画面的正中央的位置 因此当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天灯在飞行的时候产生了破绽 原本是没有天灯的状态 突然之间天灯慢慢慢慢的浮现 我们将发射器的位置稍微往下挪 接下来我们在Effect Camera这个地方 将摄影机做轴向的旋转 再将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稍微往下一点点 让分子在喷发的时候 不会因为突然出现而产生破绽 当我们播放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天灯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也会产生歪歪扭扭的效果 我们降低它的加速度 以及它的地心引力 然后我们增加它的摩擦力 将一些不必要的参数把它给关闭 现在我们再次预览这个效果 你可以发现目前我们的分子效果 也就是天灯 它的飞行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 最后我们将匀层的素材 拖拉到我们的实验轴面板当中 更改它的不透明度 以及适时的调整它的动态 天灯飞行于天空中的场景就完成了 透过设定GLOW这个特效参数 我们可以让画面左下角这个地方 也就是红色区域这个地方 产生忽明忽暗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